川普遭暗杀后两天 事发当下最新画面曝光 画面上可以看到两名特勤人员全副武装 在屋顶上确认枪手是否已经被击毙 由于库克斯是当地枪支俱乐部的会员 父亲才会不宜有他将步枪拿给了儿子 但其实库克斯在犯案前几周就已经透过网络商店 还有当地枪支店铺购买了上百发的子弹 着手介入调查的FBI对围起封锁线的库克斯家里 展开了地毯式搜查 主要就是因为库克斯没有心理问题 也没有犯罪记录 只能透过手机与电脑厘清才20岁的他 究竟为什么要暗杀川普 就连左邻右舍也得接受警方盘问 有邻居就抱怨 他们大概都被来回问过上百次 尽管还找不出开枪动机 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特勤局的违安出问题 美国特勤局局长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并会确保类似情形不再发生 但面对要他下台 已是负责的声浪 齐特表示没有辞职的打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接下来